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特朗普总统的脸书 还有其他的账号 被扎克伯格封了 扎克伯格什么人呢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 这个小张 年轻人跟老唐 跟川普先生 曾经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一转身啪就是一个嘴巴 然后啊 在这个地方使劲 收紧 食指和中指 食指和拇指同时用力 老唐啊 川普啊 此时此刻在脸书上 发布出声音来了 昨天推特把它给禁了 今天脸书又把它给封了 扎克伯格呢 在脸书上呢自己发文章 他说现在脸书的两个平台都对特朗普先生呢 说弄两道社交平台封了特朗普先生的账号 这件事直到总统权力和平过渡完成 这这说话斩定截铁扎克伯格说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 就因为这事所以就封他 这个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特朗普先生 唐纳德特朗普打算利用他剩余的时间 利用他的权力 破坏向其继任者拜登先生和平转移最高权力 这件事情他决定利用社交平台法宽恕 而不是惩罚他的那些违法的支持者 这些违法的支持者在国会大楼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他们的行为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感到不安 所以我们脸书昨天删了他这些生命 因为我们判断这些生命的效果有可能呢 或者说特朗普先生的本来的意图就是将进一步引发在国会山的暴力 小扎说的义扔此言 为了总统权力和平交接 为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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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杀了他 现在我们又封了他 而且封进到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完成之后 扎克伯格脸书 我们隔壁王奶奶管扎克伯格呢 他那脸书叫非死不可 叫Facebook 他说慢了可不就非死不可 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 就是这个小扎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小扎这个人很有意思 细精 小扎曾经在美国国会作证 说中国的科技企业 例如字节跳动 TikTok 例如华为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他是举着手说的 就是这个小扎 在中国 到中国来 在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大学 在当着中国人面的时候 说中文哎 甚至他拍的照片 你能在他的那个书桌上 发现了中国的书 你能发现他灿烂的笑容 对中国人民表现出极度的友好 他努力争取中国网民 对他好感 因为那个时候 他想要进入中国 但是他突然间一转脸 就把中国的科技企业 对他可能会有竞争威胁的中国的科技企业 送到备杠席上 就是这个小扎 曾经和特朗普先生在一起 握手言欢 一老一少 一块吃饭 商量着怎么对付 陷害中国的科技企业 特朗普先生 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过的 他可能也没意识到 小扎的两面性 没有想到当时咱们两个在一块商量 怎么对付中国科技企业啊 现在你怎么突然间对我参举这种方式 你封号而且还无限期封号 我估计老川昨天晚上睡眠 如果不放安眠药很难睡得着 因为老川肯定是傲丧极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遇人不输啊 这叫只看到一张脸 没有看到另外一张脸 这叫做误以为年轻人一定是 灵魂世界高尚一些 没那么多杂志 没想到老江湖碰见了个小江湖 小江湖把老江湖给涮了 遇人不输 这是特朗普先生的大错之一 脚伤的炮都是自己走的 隔壁王奶奶常说 脚伤的炮都是自己走的 大势与去众叛亲离 老川现在只剩下一条路 脸说 说不了了吧 推特发不出声音来吧 老川现在只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认命 老川认命了小扎会怎么样 小扎会继续投机吗 小扎投机在继续进行中吗 有人说了一个背景 很多人想不到 很多人只看到老扎 小扎和老川曾经在一起密谋陷害中国科技企业 不知道 小扎现在对老川的这种行为是抱一箭之仇 固然何为中国科技企业是一老一小在一块干的 但是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小扎狂啊和中国某人一样要发行数字货币要发扎币 小扎的垄断性越来越强啊工程掠地发展极快中国的词儿叫平台企业啊平台企业越过法律的监管 无序扩张 所以小扎的这种行为 那自然 老唐呢 他身为总统 他要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问题 老唐呢 就支持国会 拿他开刀 小扎虽然跟你吃饭了 小扎现在 这人呢 我告诉你 钱多了以后啊 工程掠地 他自信心会大增 这个时候 有人阻止他 哪怕是总统 那他心里面有一股横火 所以小扎现在的回首啊 就做得狠狠 把老 老川就给封了 你本来你说我这条有问题 你就封这条就完了吗 这条有问题 你就删了他就完了呗 对不对 你凭啥你就给人永久封号啊 道理在哪啊 老唐拿你开刀 你就拿老唐 老唐开刀 而且手起刀落 你不眨眼 而且来得更狠 一报还一报啊 昨天晚上我采访这个 滕建群先生 滕建群先生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心的研究员 他是军控和安全问题专家 讲的特别好 我问他 我说你现在的推特 你把人家老唐这号给封了 依据什么样 按说美国三权分立 对不对 立法权 司法权 行政权 老唐代表 行政权 司法 立法 你制约他可以 现在你一个平台企业 你一个互联网企业 你就把总统的号给封了 到底在哪啊 哎 韩先生说 还是有法可疑的 因为美国有个通信安全法 根据通信安全法 这个企业呀 就互联网的平台企业 它是执法的主体 现在呢 因为特朗普先生 你不诚信吗 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吗 郭惠山的这些事件 逃脱不了干系 所以平台企业是可以这么干的 哦 原来是这样的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现在被封了 以后特朗普先生 假如啊 假如他将来就做一个政治评论员 或者只在2024年 在选举之前 他现在只是做一个政治评论员 或者自己开一个频道 我在上面每天点播你们 让特朗普主义继续 让特朗普风格继续 我天天跟柯淑桥过不去 他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权呢 还可不可以再讲下去了 按道理说是可以的 对不对 选丽和平交集了之后 拜登已经执政了 特朗普是可以继续在脸书 在推特上 讲他自己的言论自由 因为毕竟说到美国 美国这个什么呀 美国这个国家宪法 是吧 怎么第几修正案的这种 这种限制 因为你维持是主流 而这个你禁止呢 应当是例外的情况 这是美国宪法修正案里面 讲的特别清楚的 但是有鉴于小扎 还有呢 推特的这个老板 推特老板不大出名啊 他藏得很深 爬在水底下 按照他们对特朗普的这种感觉 特朗普先生到底有没有机会 冒炮再出来说话 现在实话说 这事还很难讲的 并不是非常确定的 小扎曾经说过 说过去几年 我们允许特朗普总统 按照我们的规则 使用我们的社交平台 你注意这个口气啊 很多人的尴尬 很多人的狼狈 很多人宏记意识 突然间销声匿迹 都和自己找不准感觉有关 对不对 太狂啊 小扎即便现在老川走背字 老川现在呢 人不待见 但是你这口气大了点吧 小扎是这么说话 过去几年 我们允许特朗普总统 按照我们的规则 使用我们的社交平台 我们有时候会删除他的一些违反我们政策的内容 或者给他的帖子啊 贴上标签 此文不实传言等等 小扎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是是是 这个口气可不可以和华一些 可以 怎么和华 依照美国什么什么法令 我们怎么怎么着 这种事就给人一种呢 我是有来头 我请上方宝剑 故而壮行 无畏的感觉 现在你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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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自己啊 我我我 口气太大 口气太大 居高临下 小扎小扎 架子有点大 他还说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公众有权力发表 尽可能广泛的政治言论 甚至是有争议的言论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这些言论在我们的平台煽动 针对选民选政府的暴力叛乱 当然 拜登的那些用户者 那些选民会对小扎呢 拍巴掌 尽管对他的垄断行为 对他的这种的 无序的扩张 资本的无序的扩张 表示不满 对他要发行扎币 蔑视国家主权 蔑视美元的这些行为 表示不满 但是因为两个老头对决 这边呢 8000万选民是支持这个老头的 所以这些选民会支持小扎 但是大家想一想 7400万 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小扎的这种狂妄的言行会是怎么样啊 特朗普的这些言行的风险 究竟有多大 其实你把它 你给它加上标注或者你把这条删掉也不见得不行 对不对 可是更多的人呢会支持小扎此现当下的这个选择 美国国会宣报道说 美国这次原来说一个人死 现在死了四个 然后呢抓了52个抗议者冲进议会大厦 然后美国这两天就就太热闹 这不是一般的热闹 这热闹到极点了 这件事到底怎么看 很有还是有意思 网民的评论 我觉得比评论员讲的好 网民评论说 说你美国灯塔国呀 灯塔国灯泡你灯泡一闪一闪 而且还变暗了 昨天的香港 今天的美国 你风景线怎么来的那么快呀 对吧 佩洛西老太太 美丽的老奶奶 你喜欢美丽 美丽就来了 这叫什么美丽啊 这叫报应式的美丽 咋来的 估计是美国街头的民众 冲上国会山的民众 他们向香港学的 但是你们的 你们的官媒不是一直在讲 冲进立法会 打砸抢烧的香港 是和平民主示威吗 为什么到你们这儿 你们就果断开枪了 香港是没死人的 对不对 香港警察 香港相当克制 你们的警察不克制 直接朝妇女的胸上打 直接打死四个 对不对 所以美国民众呢 在美国的国会山 干了同样的事 你们杀了四个 然后 还等着你们表扬 美丽风景线 你们不但不表扬 而且你们现在呢 下手还这么狠 美国呀 总是山峰点火 双标啊 这回引火烧山了 所以有人说 大胆预测一下 有了这一闹 川普或者他家人 或许会有牢狱之灾 因为川普的事闹大了 所以闹成了美国国会的风景线 让美国丢脸丢大了 发了美国的大忌 所以会遭到直接或间接的报复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看清了 美国总想扮演民主国 但他这个民主国是这样的 他那个民主国是民主别国 巴不得别国大乱 以便分化控制 但绝不希望自己的民主国 自己呢 天天跌跌不休的 以民主自我标榜 但是其实呢 这个民主现在已经大大的打折扣了 至少跟昨天滕建群先生说的一样 这个灯塔国 这个塔呀 灯塔已经变得不亮了 川普先生昨天郁闷 今天郁闷 大概要郁闷到 郁闷过了13天 总统权力交接之后 这段时间这位疯老头 还会做出什么挤动来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